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南亚境万某大型城市黑帮犯罪活动猖獗 最近几个月城内屡屡发生赌场截杀案 几座大型赌场相继遭到洗劫 赌场老板也被当场枪杀 这天夜晚警方收到报案后迅速组织大队人马 来到一家正在被抢劫的赌场外 想要围捕作案的凶手 却没想到抢劫赌场的凶手竟然是一位身穿蜈蚣制服的蒙面大盗 这名蒙面大盗号称飞天武功 他的身份非常神秘 专门抢劫赌场 飞天武功拥有一身高科技装备 身上的制服不仅具有防弹功能 而且可以帮助他在空中滑行 此外 飞天武功武艺高强枪法如神 警方虽然出动大队人马 却被他单枪匹马打得落花流水 他还有一辆黑科技摩托车和一辆改装武功车 摩托车能飞天遁地 武功车能发射导弹 看了飞天武功的装备 大洋彼岸的蝙蝠下老铁也直呼内行 飞天武功靠着黑科技装备 在警方的围捕下全身而退 警方这次抓捕行动失败后 警察局的局长奥尔斯 来到了当地医员的办公室请罪 医员劈头盖脸骂了奥尔斯一顿 怒指他实在无能 虽然赌场是灰色产业 但却是医员重要的经济来源 命令他尽快破案 局长奥尔斯为了能尽快破案 特意调来了当地的华人神探欧阳龙协助办案 又是一天晚上 警方收到情报 当地一间地下赌场内 有大型赌局 推测飞天武功肯定会有所行动 警方提前安排了贬义 乔庄城赌客埋伏在赌场内 晚上在赌场内 一群黑帮分子正在进行俄罗斯轮盘赌 飞天武功突然闯入 持枪威胁赌客们交出所有的钱 欧阳龙也在赌场内 他假意配合飞天武功 并试图夺下对方的武器 其他埋伏的警员趁机拔枪射击 然而飞天武功毕竟穿着防弹制服 寻常子弹根本伤不了他 双方在赌场内展开交火 飞天武功丢下一枚烟雾弹趁乱逃走 经过这次挫败后 欧阳龙决心亲手逮捕飞天武功 第二天 他来到警局向局长奥尔斯报道 奥尔斯给他安排了两名助手 警员阿花和米奇 离开局长办公室的时候 欧阳龙见到了警局的一位女同事 局长身边的私人秘书艾丽娜 欧阳龙年轻有为又风度偏偏 女秘书艾丽娜漂亮妩媚 是警局内很多警员心中的女神 即使是神探欧阳龙 也被艾丽娜的魅力所倾倒 两人初次见面 就被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 欧阳警官 久闻您的大名 今天能解释您 我感到万分荣幸 艾丽娜小姐 是咱们千金鼠的锦花 谢谢 年轻的朋友 欧阳先生 请多关照 我想对艾丽娜小姐说句悄悄话 你真漂亮 艾丽娜小姐 那是您我非常高兴 谢谢 欧阳龙过分热情的举动 让局长奥尔斯很不高兴 也引来了同事们的好奇 同事以为欧阳龙一见钟情 欧阳龙却告诉他们 自己天生对气味非常敏感 此前在地下赌场内 欧阳龙与飞天蜈蚣有过短暂交手 他在艾丽娜的身上 闻到了和飞天蜈蚣一样的气味 让他产生了好奇 同事们都不以为然 认为是欧阳龙太过敏感 并劝他不要轻举妄动 更不能在局长面前提出自己的怀疑 只因局长奥尔斯私生活混乱 艾丽娜名义上是他的私人秘书 可其实警局内的下属都心知肚明 奥尔斯与这位私人秘书的关系并不简单 神台欧阳龙查案不讲规则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飞天无功的打劫目标 是成为各大黑帮势力控制的赌场 于是欧阳龙通过线人 找到了当地赌场的幕后黑老大黑寡妇 欧阳龙来到一座废弃的教堂 见到了这位黑道大姐当 飞天无功 竟敢不起自来 你究竟是谁 快露出真面目了 老子就是飞天无功 不 没有证据 还不能证明你就是飞天无功 黑寡妇虽然将飞天无功视为死敌 却一直没能查到对方的真实身份 欧阳龙没能获得线索 准备离开教堂的时候 黑寡妇却命令手下包围了欧阳龙 持枪威胁他帮自己 要回一批刚刚被警方查处的毒品 欧阳龙为人正直 不肯答应帮黑寡妇做事 他假意束手揪琴 趁机夺下了一名打手的武器 双方在教堂内发生火拼 然而黑帮人多势众 欧阳龙的子弹很快打光 危急时刻 艾丽娜居然持枪赶到 两人联手杀出重围 带着欧阳龙逃到了自己的住处 在艾丽娜的家中 欧阳龙发现了一幅自己的画像 他问艾丽娜为何如此关心自己 艾丽娜解释说 在整个警局内能让他欣赏的人 只有他这位华人神探 欧阳龙了解艾丽娜在警局内的开放作风 不愿与对方扯上关系 只好转换话题 试探的问艾丽娜 怎么会来救自己 艾丽娜声称是奉了局长奥尔斯的命令 特地赶来接应欧阳龙 欧阳龙并不相信艾丽娜的说法 认为对方一直在监视自己 艾丽娜却说 自己是局长身边的秘书 曾经看过欧阳龙的档案 了解他从小就是孤儿 父亲也是一位因公殉职的警察 受父亲的影响才加入警局 艾丽娜提出让欧阳龙暂时住在自己家中 躲避黑寡妇的报复 谨慎的欧阳龙并没有答应 只是对这位神秘的女历叔 越发感到好奇 晚上 艾丽娜独自出门 开车来到了当地的一家豪华酒店 酒店的房间内 局长奥尔斯已经等在这里 声称要和艾丽娜商量案情 等艾丽娜进屋后 她端着一杯红酒 催促艾丽娜赶紧喝下去 艾丽娜早就看出对方不怀好意 谎称自己突然胃疼需要吃药 趁机将酒杯调换 奥尔斯本想下明月艾丽娜 却没想到自食其果 与此同时 欧阳龙的助手米契与阿花 通过一名风尘女子的情报 查到了当地华太酒店 将有一场大型赌局 怀疑飞天无功可能会再次出手犯案 第二天 欧阳龙来找局长奥尔斯签署文件 欧阳龙请局长签字的时候 主动向对方感谢了昨天的救命之恩 可局长奥尔斯却对教堂火拼的事情一无所知 这欧阳龙在内心越发怀疑艾丽娜 晚上 警方在华太酒店内外布下大队人马 准备抓捕飞天无功 结果这次飞天无功却改变了策略 先用民烟放倒酒店内的所有人 在抢走桌上的现金 好在欧阳龙早有准备 他在酒店外的树丛内 发现了飞天无功撤离用的摩托车 欧阳龙破坏了摩托车的发动机 同时安排大队人马埋伏在附近 打算守株待兔 然而飞天无功的黑科技太过厉害 竟然直接骑着摩托车 飞出了警方的包围 警方的枪林弹雨 只是让飞天无功受了一点轻伤 恰好附近有一名过路的女司机 飞天无功抢走了女司机的车 迅速驾车离去 欧阳龙不肯放弃 与助手阿花和米奇一起开车追踪 最终发现了被飞天无功扔掉的车辆 在车座上发现了血迹 顺着血迹来到了附近的一座豪宅 欧阳龙表明身份 想要进入豪宅搜查 结果却被保安给阻拦 双方发生冲突 这时穿着晚礼服的艾丽娜过来 劝说欧阳龙不要冲动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局长奥尔斯居然走了出来 声称飞天无功绝对不会在这里 原来 局长奥尔斯正和议员 黑寡妇一起 在豪宅内举行宴会 议员担心被人发现 自己居然和黑帮勾结在一起 因此让局长赶走欧阳龙 第二天 欧阳龙在警局内 突然收到了一封飞天无功借来的信 根据信上的内容 欧阳龙来到郊外的一栋别墅 结果发现了黑寡妇与局长奥尔斯 议员之间的肮脏交易 原来 议员和奥尔斯与黑寡妇为首的黑帮案中勾结 利用警察局充当黑帮的保护赛 借此谋取巨额利益 得知内幕的欧阳龙内心产生了动摇 他明白飞天无功之所以抢劫赌场 也是为了打击这些 由警方和政客们所包庇的罪恶交易 今天飞天无功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 他想让咱明白 咱们的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另一边 欧阳龙经过几次试探 越发怀疑起爱丽娜就是飞天无功 可他一直没有掌握确切证据 因此决定冒险潜入爱丽娜的家寻找线索 结果爱丽娜早有防备 被对方识破后 欧阳龙说出了自己对他的种种怀疑 警方每次围捕飞天无功 爱丽娜都恰好不在场 对方来教堂救自己 也根本不是局长的命令 爱丽娜却解释说 自己不能参加围捕飞天无功的行动 是局长奥尔斯的命令 至于他会去救欧阳龙 是因为自己早就爱上了对方 我已经知道 爱小姐上次对我的救命之恩 并不是奥尔斯先生的旨意 我想再听听解释 是这样 被小姐爱上你了 平常性伴侣倒是有几个 但我都不满意 与其祈求上帝赐给我一个如意郎君 还不如自己争取一个 这样解释可以成立吗 我有点恶心 爱丽娜赤裸裸的表白 让下来作风严肃的欧阳龙有些尴尬 见对方仍旧对自己持有怀疑 爱丽娜告诉欧阳龙 警方很快会再组织一次抓捕行动 到时自己会主动请营 亲自抓捕飞天无功 借此洗清她对自己的怀疑 我爱丽娜一写几事 我一个人一支枪就能见此奇功 到时候你也去检检伸手 让我们看看究竟入死谁手 你敢吗 到了行动的日子 这天晚上 当地一所豪华酒店内 正在举行一场富豪们的美人赌 所谓美人赌 就是让富豪们竞派一些女赌术高手 由他们和富豪一起上桌对赌 相当于性感女和官现场一起发牌 就在赌客们忙着竞拍的时候 飞天无功突然现身 警方已经在现场埋伏了大队人马 只等飞天无功现身后 迅速将其包围 然而飞天无功面对警方的包围毫不畏惧 反而露出了身上绑着的炸弹 让警方不敢轻举妄动 就在双方对峙的时候 警察欧阳龙突然扑了过来 在交手的间隙 割断了飞天无功身上绑着的炸弹 飞天无功武艺高强 将欧阳龙打倒在地 局长奥尔斯却下令警员不要开枪 必须抓活的 飞天无功趁机抛出一枚烟雾弹 迅速飞出了酒店 接着远程操控自己的黑科技无功车 冲破了警方的封锁 飞天无功虽然摆脱了警方的追踪 却在撤退的路上 遭到了黑寡妇的手下的埋伏 飞天无功冒险杀出重围 但无功车损毁 自己也受了伤 只能逃往附近山上的秘密基地 欧阳龙一路追踪 也来到了山上 终于发现了飞天无功的真面目 正是他一直怀疑的爱丽娜 欧阳龙对此并不惊讶 他之前已经调查过爱丽娜的身世 知道爱丽娜是一名孤儿 被美国养父收养 成年后进入西点军校受许 后当了一名警察 但他非常仇视赌场黑帮 经常滥用私刑 最终被警局开除 之后养父利用关系 安排他来到东南亚 担任局长奥尔斯的女秘书 爱丽娜并没有否认 他向欧阳龙讲述了自己成为飞天无功的原因 原来爱丽娜的亲生父母 死在这座城市的赌场黑帮手里 让他非常憎恨这些黑恶势力 成年后 爱丽娜靠着军方研发的高科技武器 发明了这套飞天无功的制服和装备 之后爱丽娜回到这座城市 以飞天无功的身份抢劫赌场 目的就是想替父母报仇血恨 欧阳龙很同情爱丽娜的悲惨身世 从不逊死亡法的他 决定违背自己的原则 放走爱丽娜 然而警察局长奥尔斯和黑寡妇 已经带着大队人马 包围了他们 此时局长奥尔斯已经知道 自己身边的女秘书就是飞天无功 她害怕真相曝光后 会被当局认为失职 影响自己的官图 因此决定构想欧阳龙是警局的内鬼 将他和飞天无功一起灭口 爱丽娜的基地内 藏有大量武器装备 两人被迫与警方展开交互 然而警方和黑帮人多势众 欧阳龙和爱丽娜 最终还是被困在了山顶 自知走投无路的爱丽娜 突然掏出了一张母亲留下的照片 谁能想到 神态欧阳龙与飞天无功 居然是失散多年的兄妹 这是妈妈临走前留下的 我仇恨罪恶的赌场 他竟吞噬了我的全家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我要报复 这是什么地方 家呀 家 你为什么要救我 是奥尔斯先生派我钱去接应 这并不是奥尔斯先生的旨意 本小姐爱上你了 这样解释可以成立吗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经商赚钱安全 刚才把你帽子都打了个洞 多危险 也算是他手下留情了 我们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啊 兄妹两人时刻多年重讽 却是在这样的悲剧场合 最终在警察和黑帮的步步紧逼下 被逼上绝路的兄妹两人抱在一起 依然引爆了炸弹 超级英雄电影在欧美电影圈影响深远 就连华语电影也受此类题材影响颇深 上世纪70年代目 受到美国电影超人的影响 香港哨事公司跟风拍摄了一部特赦科幻片《中国超人》 电影由泥框编剧 请来日本特级团队参与制作 影片在上映时 直接在海报上打出了标语 中国第一部超人电影 80年代目 国内制片厂面临转型 给予自负盈亏的压力 纷纷学习模仿港台有欧美电影 大量拍摄商业娱乐片 其中以吸引长颖和颖影为代表 出品了一系列画风前卫 尺度猎奇的电影 因而造就了国产邪电电影的热潮 在此背景下 长春电影场大胆试水 拍摄了这部本土超级英雄电影《飞天无宫》 影片完全就是在模仿DC的蝙蝠侠 讲述了一位只在夜间活动 靠着各种高科技装备 打击最佳的飞天无宫下的传奇故事 堪称国产邪电电影领域的另类神作 影片融合了科幻 动作 犯罪 奇情等类型元素 编剧前导演年轻时候 就写过不少著名商业电影的剧本 《如鹅没飞到》 《国际大营就等等》 最神奇的是 他还编剧过东方文英主演的《看日雷骗人乃魔超》 演员方面 该片的女主角是22岁的曲 男主角是著名演员吴刚 整部电影的情节能够很明显的看出 创作者对于外国超级英雄电影的模仿 故事被架空在一个高楼林立 犯罪横行的现代化大都市 警察都穿着很西式的警服 警察局长和掌握权力的政客 与黑帮相互勾结 主角飞天蜈蜈虽然被警方通缉为罪犯 做的却是劫富济贫的行为 演员就是国产版的民风淳朴歌谈式 飞天蜈蜈从紧身衣造型和黑科技装备 到父母惨死的人设背景 几乎都与颠覆下如出一辙 受限于当时国内电影人的创作事业 和制作技术等因素 本片在制作环节非常山战 虽然是一部刑侦罪案电影 但故事逻辑和人物动机经不起推敲 很多情节带着明显的必欺骗既视感 而且相较于外国电影的英雄神话 在国产电影领域 显然是不提倡的 飞天蜈蜈蜈蜈几贫的行为 只能被定型为犯罪 所以故事注定要以悲剧收尾 请稍守那红 thyk 请稍守那红 thyk 困谈成长过的未婚 困谈成长过的未邪 小赵 咱 Om 小赵 flies 酱 鰄